越野车等活动 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好路新片《刺杀希特勒》已经杀青了 日前片方发布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这部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电影将在年底上映 《刺杀希特勒》的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变 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 汤姆克鲁斯在片中扮演反战的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 他是伯利预备军的总长官 有机会接近希特勒 施陶芬贝格和一群德国高官策划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希望能够结束战争拯救德国 1944年7月 施陶芬贝格试图通过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刺杀希特勒 结果行动失败 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参与者均被逮捕处死 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创作的电影之前已经有很多个版本 这次好莱坞老片新拍是否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 还要等到影片上映以后才能见分晓 本片预计今年圣诞节当期在美国上映 随后在欧洲各国上映